哈喽大家好 谢谢你们点开这部YouTube影片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关于英国的冷冻蔬菜水果 那为什么会有这支影片的产生呢 那我在英国生活的这十几年来 我吃了蛮多的冷冻蔬菜和水果 现在还是全世界疫情不是很美好的时候 我们人对于食物的营养成分要求就越来越看重 遇到一些华人 用他们的观点来看待我的生活 认为我吃冷冻蔬菜水果 是因为我很穷 我很不富有 用蛮鄙视的心态来看待我吃冷冻蔬菜水果 长期观看我影片的网友 一定会知道 我呢主要的蔬菜是来自英国当地的有机农厂Riverful 那我之前也拍了很多支开箱的影片 关于这个农场的食材 除了这个农场的食材之外 我就是仰赖了部分的冷冻蔬菜和水果 我在拍这支影片之前做了一些调查 关于冷冻蔬菜水果最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他们跟新鲜的蔬菜水果在营养成分来讲是否表现起来比较差劲 我找到了一个关于为什么在英国部分的家庭会选择冷冻的食材 主要看的是八项第一项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关于冷冻蔬菜和水果的健康和营养成分 蔬菜和水果里面有富含多的维他命C是我主要选择冷冻食材的原因 我发现了BBC也做了科学根据的测验 他们选择了几项英国冷冻食材 常见的冷冻蔬菜 例如说他们第一个做的是关于胡萝卜 发现呢 新鲜的胡萝卜是31% 关于维他命C 那冷冻的是25% 如果真的要吃胡萝卜的话 可能可以吃新鲜的 冷冻洋葱的方面 他们发现呢其实新鲜的洋葱 维他命C只含了77% 然后冷冻的反而是137% 其中含到这个BINGS 就是这个豆子 你吃新鲜的豆子里面的维他命C是42% 但是呢 如果吃了冷冻的豆子是238% 所以冷冻的豆子富含的维他命C 反而比新鲜的来的多了6倍 应该蛮多人都吃过这一家的豆子 那里面就富含了蛮多的维他命C 蛮多人会思考的什么叫做Fresh food 什么叫新鲜的食材 不少人以为新鲜的食材就是 我去超级市场买蔬菜 这就是所谓的新鲜食材 谈到所谓的新鲜食材 并不是在超级市场买的食材 就称为新鲜食材 而是从农场采收 或是你自己种植的蔬菜 直接采直接吃 这才叫做新鲜食材的定义 大部分的人吃的食材 可能在定义里都不是新鲜的食材 因为食材从生长地运输到我们所住的地方 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 蔬菜的维他命C或水果的维他命C 就开始流失了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有些食材 其实根本不是当地的食材 也不是当季的食材 我在这里呢 都不讨论肉类 因为我本身自己平常也很少吃肉 我就只是比较简单的来看 蔬菜跟水果的部分 那再来是第二项讨论的是关于品质 冷冻的蔬菜并不是自己买了蔬菜之后 没有吃完 就把它赶快放在冷冻库 而成为冷冻蔬菜 这是在英国冷冻蔬菜 是有系统的 有技术的去做冷冻蔬菜 如何在快速低温下 保持食材的新鲜度 第三个是选择的部分 冷冻食材让我们有一个好处 就是像草莓在英国是夏天是草莓盛产的季节 但是如果你冬天突然想要吃草莓的话 那怎么办呢 冷冻食材就可以帮忙你暂时的解决这个想吃的欲望 增加自己更多的选择性 第四是出处 可以比较知道这个食物 那第五个是方便性 如果是有家庭的小孩 妈妈可能需要很快速的上餐 照顾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身为父母的话 如果有一些冷冻食材的话 也许可以帮忙父母减少备餐的时间 再来是品尝食物的口感 其实冷冻食材 尤其是蔬菜水果 我觉得吃起来并不输新鲜的食材 那我知道在这里可能会有些人有不一样的声音就说 我就是不喜欢吃冷冻食材的 我就是喜欢吃新鲜的食材的 这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是个人的选择 不需要因为您吃了新鲜的食材 我吃了冷冻的食材 而觉得我比较卑贱 如果真的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我不知道 我没有认识在全世界3%的人 金字塔顶端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吃一些冷冻食材 但是我觉得身为平民老百姓的我 吃一些冷冻食材 就是吃我自己负担得起的食材 那这是个人的选择 就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 再来第七个是减少浪费 浪费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 2020年 英国第一次封城期间 其实有很多孩子是属于饥饿的状态 也有一些经济能力很好的家庭 反而在封城当中可以吃得更好的食材 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那我觉得减少浪费是不错的 煮我自己可以吃的分量 那也不需要多煮刚刚好就好了 那第八个是volume 就是价值吃部分的冷冻食材 可以帮忙自己更有效率的去取得食材当中的维他命C 顺便调查一下在英国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冷冻食物 食物就是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叮的食物 是从1953年开始的 讲究美食的人认为 食材就是要新鲜 就是要从农场直接运送到家 代表自己就要住在离食材很近的地方 才有办法吃到所谓新鲜的食材 在现今社会当中 关于冷冻食材还有一项讨论 就是因为新鲜的蔬菜水果价格越来越高 蛮多人负担不起的 这是事实 如果有比较注意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的人 应该会发现天然的食材 现在是比像是冷冻的披萨 巧克力饼干都来得贵 所以像我也是一直在重新思考自己 每个月关于食材的开销 应该要吃什么样的食材 对自己的身体才是真正有帮助的 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本书 吃的科学 根据科学的证据去对抗肥胖疾病老化的救命营养薪资 作者是巴斯卡斯特 里面也谈到说很多疾病都是由病虫口入 我们吃的食材影响了我们的身体 我选择的冷冻食材就是 冷冻豆子冷冻的玉米冷冻的樱桃 就是以冷冻的蔬菜为水果为主 每个人都会想要吃新鲜的食物 但是在疫情的当下 其实有时候是很不容易取得新鲜的食材 农场直接送到你家的食材 我觉得关于冷冻食材 我是站在营养的角度来看 尤其是像冷冻豆子的营养成分 维他命C其实是比新鲜的豆子还要高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分享 关于英国冷冻食材的前谈 分享给有兴趣的人作为参考 也许人生非常的短暂 有些人会跟我说 不需要这么的斤斤计较自己吃的内容物 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蛮怕死的人 目前也无法坦然的面对死亡 所以我对于我吃进去的食材 特别的注意 我人生还有蛮多事情想要去执行 疫情当中我就是尽量的吃的清淡 食物的要求就是以新鲜营养为主 这跟很多主流的价值观是个个不入的 我想关于吃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和主观的感受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分享 那仅供参考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祝福大家 在疫情当中尽量的保持心灵和身体的健康 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的活着 因为人生非常的短暂 我们只能尽力的珍惜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机会 I'll see you next time Stay well Stay saf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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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 Wer Premiere Til many Jubilee effective 要 有 请不員 最后 备